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木棍也都是真木棍 真子丹全权到肉打得无精行情 棍子都被打断了四根 不过 在最新年纪的吐槽大会中 真子丹有座正面回应 在数量上承认是打断了四根棍子 但解释棍子都是拍戏中的假棍子 专业道具打在身上不疼也不通 而且一打就断 而在此前曝光的杀破狼拍摄片花中 只能清楚看到身穿白衣服的无精 被真子丹拿着棍子追着打 无精也边裸边喊停我受不了 被打得身体蜷缩在墙角表情十分痛苦 不像是被刀剧目棍打得 如果真子丹说的是真话 那无精有可能是在拍摄过程中表演过吗 才让观众看了误以为是真木棍打痛所致 一 二日 自身香港鱼记猪皮 在其自媒体甄兰 也爆出无精和真子丹当晚发生的真实情况 他透露 在香港很久没戏拍的无精 当天是缺杀破狼剧组科串 二人在巷子里拍打戏 不知是因为现场有记者来谈判采访的原因 真子丹当天给他的印象是打得有点过猛了 理由是无精当天拍戏 有在两只手臂上绑木板作为保护 但真子丹依然打断了两根木棍 可想真子丹当时力度很大 后来剧组又来了一群游客 真子丹更是有如神柱打得更猛了 无精咬住牙一声不吭 当时 猪皮只简单采访了无精关于他对香港无打电影的看法就离开了 离开时 猪皮还很帮助无精 在现场大喊别打了别打了 我拍完了 有意让无精少受苦提前收工 而一直在片场的导演红金宝 也对猪皮的做法竖起了大拇指 言外之意是对猪皮替无精解围表示赞同 也说明红金宝对真子丹打无精过猛戒 既在媒体前表现的举动不太赞同 这些人的词词 也对猪皮替无精解围表示赞同 这些人的词词 也对猪皮替无精解围表示赞同 这些人的词词 也对猪皮替无精解围表示赞同